妻子的白月光深夜发来一句 我想你了 便让她心甘情愿地要为她生孩子 那我这婚后五年都还没有孩子的算什么 我提出反对 柳如烟顿时急了 不就是做个试管婴儿吗 又不是一起睡了 别装得跟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陈旺查出了绝症 就想给家里留个后 她现在能找的人只有我了 我给朋友帮个忙怎么了 我拉着她的手苦苦哀求 如烟 你别去行吗 算我求你了 你要是真这么做了 我就活不成了柳如烟露出极度不耐烦的表情 直接将我推倒在地 厌恶地说道 你也绝症了 要死就死云点 别在我面前死 看着心烦 我看着就要出门去医院的柳如烟 心有不甘地喊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给她生孩子呢 你还爱她对吗 柳如烟动作一致 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觉得是就是吧 反正我怎么解释 你也不会听这是她唯一的医院 这孩子我一定要给她生下来 我心如刀割 若是不爱 怎么肯为一个人怀胎十月呢 我忍着心里的疼痛 咬牙说道 如果说你执意要这样做 我真的会死呢 你也不在乎吗 柳如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厌恶 顾炎泽 从前没发现你这么喜欢演戏 你真的敢去死吗 你连离开我都不敢 说完这句话 她甩手将门狠狠地关上 赶着去给心里的白月光 做试管婴儿 我跪在地上 心里泛起振振苦涩 相恋十年 结婚五年 竟然比不上她的白月光 深夜的一句想念 眼前忽然变得有些模糊 脑海中浮现起了十年前 我舍命救下柳如烟那一幕 那天我为了将她从火海里救出 却将自己陷入了危难之中 关键时刻 死神忽然降临 为了活命 我与她签下契约 若是今后柳如烟 怀了白月光的孩子 那我会死的比那天痛苦一百倍 反之 我可以有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那时我无比自信 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绝不会背叛我 可现在我却感觉 自己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本能的恐惧让我的身体不停地发抖 我慌乱地拿起手机 颤抖着给柳如烟打去电话 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祈祷她能够清醒过来 这样我才能逃过一劫 电话刚拨通 还不等我开口 柳如烟不耐烦地声音先传了过来 你烦不烦 我都说了没跟她发生关系 只不过是借个子宫给她而已 这你也要跟我闹 因为恐惧死亡 我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冷静点先听我说 当年那场火灾 歧视我 别说了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 你当年舍命救我 这件事我没忘 但这样不是你能阻止我的理由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我约了医生 她挂断了电话 我满脸泪水 默然地看着地面 现在她连听我说话都不耐心 更别提指望她相信我跟死神签下的死亡契约 本能的求生意识 让我的手指机械般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 那不可能再接通的电话 我全身的力气仿佛在快速流逝 心脏也跳得越来越慢 渐渐失去了生机 谁能想到 这次的赌注我竟然还是输了 当初陈旺执意出国 并且还在国外和一个富家千金举办了婚礼 而我也和柳如烟结了婚 过去了这么多年 再怎么样 他们也不会再有瓜葛了 可陈旺回国后 柳如烟的心立刻就动摇了 二 不知何时 死神降临在我的面前 她冷笑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嘲笑我的自以为是 死亡 最终还是逃不过 最后满足你一个愿望 想死在哪里 我努力吞咽了几次口水 这次勉强能说出话来 海边 我想去看看海死神冷笑一声 瞬间将我带到了海边 此刻沙滩上阳光正暖 海风徐徐 海水不停地冲刷在我的脚上冰凉凉的 该走了海水开始激荡 很快形成了巨浪 将我吞噬其中 我没了力气挣扎 只能任由这波涛巨浪将我席卷而去 周围传来游客们的尖叫声 那巨浪过后 海面再次恢复平静 像是从来没有过波涛汹涌一般 我的口腔被灌入了大量的海水 无数的鱼群在撕咬我身体的肉 那种痛苦 竟然比那次火灾遭受的更多 在剧烈的疼痛中 我失去了意识 可没多久 我发现自己静飘了起来 以灵魂的状态存在 海滩上有许多目击者 看见我被卷入海里后 立刻报了警 很快就有人来对我进行打捞 由于海面无比平静 打捞进行很顺利 医生在现场对我进行抢救 但我早就已经断了气 警察在我的手机里 找到了备注老婆的号码 拨通之后 传来柳如烟极度不耐烦的声音 你没完了是吧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你要是实在接受不了 那我们就离婚 跟你这种小度饥肠的人在一起 我早就受够了 打电话的警察愣了一下 最后还是陈卓琪说道 你丈夫在海边溺亡了 我们刚把他打捞出来 现在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你神经病 柳如烟怒骂一声 说道 我要做试管婴儿的手术了 没心情跟你们在这里演戏 顾炎则在你旁边听着呢吧 我再说一次 别跟我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要么在家里好好反思自己 要么就赶紧去死 别烦我 再闹下去 我立刻就跟你离婚 柳如烟挂断了电话 警察们面面相去 看着我的尸体 露出一丝同情的眼神 最后他们还是联系到了我的家里人 让他们来处理我的后事 刚才海底的水很冷 可都没有我现在的心冷 我以为 当初陈旺伤害柳如烟那么深 还抛弃他去了国外 在我多年的陪伴下 他的心里只有我了 可到了最后 我依然沦落到这样的下场 还真是可笑 我妈接到电话赶来了医院的太平间 看着我因为泡水 以及被鱼群撕咬的身体 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明明他前几天 还叫我带柳如烟回家里吃饭呢 现在就看见了我冰冷的尸体 虽然成了灵魂 可我依然能感觉到 心口的位置隐隐作痛 如果能够让我再选一次 那场火灾 我一定不会去救柳如烟 我妈听说 作为妻子的柳如烟 不仅不肯来看我 并且还在忙着给别的男人 做试管婴儿 气得他差点没站稳 痛心疾首的哀嚎 自从他嫁来我们家 那是当成亲闺女看待啊 可他这么多年 不仅没有给燕泽生个孩子 反倒是给别的男人 生孩子去了 他不配进我顾家的门 我眼睛发色 想哭却没有眼泪 从前柳如烟总说 不想生孩子 我也尊重他的选择 现在才发现 他哪里是不想生 只是不想给我生罢了 三 我妈精神恍惚地 为我处理后事 本想留在他身边 在陪陪他 可一股力量将我带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天旋低转后 我才看清 这里是一个情侣餐厅的豪华包间 柳如烟和陈旺 正穿着西装和晚礼裙 进行着浪漫的烛光晚餐 红酒牛排 帝王蟹 鸡品奥龙 无不再显出这场晚餐的奢华 他们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时不时嘴角含笑 两人就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看着他们暧昧的氛围 我的灵魂都止不住地颤抖 为什么要让我死了 还见到他们 我已经不爱柳如烟 他的心里从来都留着陈旺的位置 我的感情在他眼里就像个笑话 陈旺摇晃着红酒杯 笑道 你都两天没回家了 他没意见 柳如烟不屑冷笑 一直跟我发神经嘛 烦都烦死了 前两天一直打电话 还拿死来威胁我 不过这两天还算老实 我打算明天回去看看 陈旺露出得意的笑容 说道 如烟 这些年来你跟在他身边受委屈了 他这种窝囊费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不过现在我回来了 以后我想我们不要再分开了 我会给你最好的爱柳如烟 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眼底里却一丝忧伤 你说得对 只是你时日不多了 最后的时间里 我想好好陪在你身边 对了 今天你生日 这个礼物送给你 他从我送给他的一个名牌背包里 拿出一张医院开具的单子 这事 见到后 陈旺一阵狐疑 紧接着面露喜色 成功了 我们有孩子 是我们的孩子 柳如烟苦涩地笑了笑 是啊 这是我们的孩子 只是你的时日不多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把他 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养 陈旺嘴角翘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如烟飘浮在空中 灵魂状态见到这一幕 我目自欲裂 柳如烟这个女人 为了沉望她心中的白月光 果然却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现在成功将胚胎移植到她身上 意味着体内的婴孩 就会从她的身体里出生 虽然他们没有实质发生关系 但柳如烟却实打实地怀了她的孩子 我心痛万分 可眼泪怎么都落不下来 啊 我心里一遍遍无声地呐喊 陈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为了钱 将柳如烟抛弃 跑到国外去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而我作为陪伴了柳如烟 十年相处的人 可到头来却一分不值 在她眼里 我到底算什么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十年前那场火灾 我发誓一定不会去救这个女人 我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更不用背负生命的赌约 四 十年前 柳如烟家里发生了火灾 她打电话向我求救 我家和她家离得近 只相隔了一个街道 当我赶到时候 就看见了滚滚浓烟和火光 照亮了夜空 当时房子还是城中村的自建房 加上所处地方很老旧 在外面围拢了不少人 他们纷纷围观 却无人敢出手相救 有的人拿起水桶想要救火 可火势太大 浓烟烧得很大 这点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我赶到时 同样面露绝望 消防离得远 不知什么时候能感到 这家子太可怜 估计活不成了 现在是秋天 这火起得太大了 听到那些人在摇头讨论 一想到柳如烟还在里面 我一咬牙就冲了进去 拼尽全力 来到了三楼 发现他们被困在浴室里 根本出不来 浓烟很大 熏得他们都睁不开眼 我还意外见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陈旺 陈旺竟然在柳如烟家里 当时我顾不上那么多 用尽全力帮忙挪开了阻挡物 开辟出一条通道 快走 当时我想的是让柳如烟先走 可不料陈旺抢先一步 滚开 别挡路 他用力将我和柳如烟推开 先跑了出去 等到我们想出去时 却再也来不及 也正是在这时 我见到了死神 遍布阴森的黑色鬼火 挥舞着镰刀 随时将我带走 他却玩味地对我笑 我们来玩个游戏 你用生命救了他 你猜他会不会爱上你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爱上我 但当时的我只想让他活 死神阴冷地笑着 如果他选择了陈旺 而不是你 那么你就要死 我愿意 我毫不犹豫 救出了柳如烟后 我昏迷在了火光里 等到消防队赶来 我早就没了呼吸 就要宣判我的死亡时 奇迹发生了 我活了过来 我知道 赌月开始了 五 豪华的包间里 柳如烟和陈旺深情拥吻在一起 陈旺 我答应你柳如烟眼睛里泛起泪光 明天回去我就和顾炎泽离婚 在你剩余的生命里 我们好好过陈旺满眼的深情 如烟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辜负你 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回过神的我 复杂的情绪将心里填满 悲伤的 愤怒的 凄凉的 后悔的 数不清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形成不可名状 原来我早就在柳如烟 抛弃的计划里了 等到第二天 柳如烟回到家里 却发现空无一人 就连家里都是三天前的痕迹 没有洗刷的碗 餐桌上还放着略微腐朽的苹果 这让柳如烟脸色有些诧异 旋即露出温怒 好你个顾炎泽 竟然还不回家 装模作样给谁看 你真以为我会上当吗 见到他的反应 我心里不禁觉得好笑 一个和他相伴了十年的人 这三天没有和他联系 也没有回家 他竟然以为我是故意的 柳如烟拿起手机 拨打了我的电话 却发现怎么都打不通 还不接电话 你要死啊 顾炎泽 他脸色肉眼可见的 变得愈发难看 我摇了摇头 苦涩一笑 柳如烟又打了一个电话 是我妈妈的 喂 顾炎泽呢 赶紧叫他回家 我有话和他说 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他死了 柳如烟皱眉 我不和你们闹 我真有急事和他说 让他快点回来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他已经死了 死了 听清楚了吗 你心里判的不就是这个吗 好吧好吧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你让他回来 我给他好好道歉 现在就在殡仪馆准备火化 你要是想见他最后一面 就来 柳如烟面对母亲 到底还是没发作 他带着压制的愤怒情绪 来到了殡仪馆 我倒是要看看 顾炎泽你到底要耍什么把戏 直到看见我的尸体 安静地躺在棺材里 他脸上的温怒 逐渐转为狐疑 又逐渐变得不敢置信 六 这是什么 母亲转过头 一双冰冷的毛子看向他 这是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是和你在一起十年 结婚了五年的丈夫 现在他已经死了 柳如烟脸色骇然 根本就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会死 怎么会这样 他不应该死的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死了 假的 一定是假的 那其实不是真人 是道具对不对 说着 他发疯似的扑向棺材 想要伸出手 将我抓出来拆穿 可是却被工作人员给拦住 严肃地警告他 这位家属 还请节哀 这的确是顾炎泽先生的尸体 听到工作人员的话 柳如烟的一下子 像是丢了魂一样 脸色变得痛苦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母亲怒目瞪着他 没告诉你 难道我儿子死的那天 警察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吗 可你都在干嘛 你在给陈旺做试管婴儿 现在你肚子里还怀着陈旺的孩子吧 柳如烟全身都在速速发抖 神情也逐渐变得崩溃 痛苦抱着头 眼角里泛着泪话 别说了 别说了 他怎么会就这么死了 我以为他只是骗我的 用来威胁我的母亲 却没给他好脸色 我们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儿子将最好的都给你了 你还不满足 像个哈巴狗一样 陈旺一回来就立即摇尾起怜 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家媳妇 柳如烟脸色颓然 张开嘴巴 却不知该如何反驳 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 无比凄凉 我的灵魂飘浮在空中 看得一清二楚 心里却是苦涩万分 柳如烟啊 你这又是何苦 你心里难道装的不是陈旺吗 你为我流泪 又是装给谁看 接下来工作人员严肃宣布 火化时间到 随着一声令下 我的尸体被推进了 熊熊燃烧的火炉 我没想到 我还能见到自己的尸体 遭到火化 工作人员精致的骨灰盒里递过来 柳如烟想要伸手去接 可就在空中的时候 就被母亲伸手夺走 她神情悲痛 全身都在发抖 颤抖着声音说 为什么 我还是她的老婆 母亲冷眼地看向她 你不再是我们家的媳妇 你也没资格碰我儿子的骨灰 柳如烟的呼吸 都变得沉重了几分 声音颤抖 可我们还没离婚 让我好好看看她母亲 却不管她 没离婚 可你之前不就在说 要和我儿子离婚 然后要跟那个陈望过的吗 对了 你这次回来找我儿子 不正是想提出离婚的事情吗 被母亲无情戳穿 柳如烟再也没了兴起 一下子变得颓然 像是老了十多岁 我知道错了 母亲冷声说 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 你只是装作错了 让别人知道 你作为顾炎泽的老婆 你有情有义 轰 天空中变得阴沉 一道闷雷响起 七 母亲带着我的骨灰安葬好 柳如烟失魂落魄回了家 我只恨为什么那股力量 还束缚着我 要跟在她的身后 她静静看着屋子里 一切的东西 都还停留在三天前 那还没洗的碗筷 那切开吃一半的苹果 还有没洗的脏衣服等等 在家里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整理这些家务 柳如烟鲜少做这些事 我都嫁给你了 难道你还要我做家务吗 这是她曾经对我说的话 为了她 我咬了咬牙也就坚持坐下去 如今我不在了 家里一团乱 可是柳如烟破天荒地开始主动收拾 她变得沉默 做起这些家务活很不娴熟 但是却非常细致 洗得晚用洗洁精擦了又擦 我漂浮在空中看着她 不惊哑笑 她这副模样 是装作给谁看 她心里难道不是住着陈旺吗 大可一走了之 跟陈旺过好日子难道不好吗 等到柳如烟做完了这一切 她又去房间里收拾 将摆放杂乱的东西给整理好 当她看到摆在桌子上的相框 她却再也忍不住 失声痛哭 淡薄的肩膀微微颤抖 不是说好的陪我一辈子吗 为什么就这么走了那张相框的合照 是我和她的结婚照 我依稀记得那是拍的合照 她百般不情愿 但在我苦苦哀求下还是拍了一张 并且我还答应过她 会陪她一辈子 我也以为我们可以就这么平静地生活一辈子 但陈旺的重新出现 让这一切烟消云散 我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这一切不过是过去了 可是 还有一样东西 是我留给她的 柳如烟触碰到了桌子上的一台相机 上面有我录制的一段视频 我漂浮在空中 见到后神色也变得怪异 爸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和你见面 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死了 柳如烟 当你在三个月前 说要准备为陈旺进行受孕的那一刻 我就预感到我会死 我知道 试管婴儿需要时间做准备 所以这是我最后挽救我生命的机会 或许你很好奇 为什么你为陈旺所做的事情 会让我因此死亡 还记得吗 在十年前的那场火灾 当时你在屋子里被困出不去 当时浓烟滚滚 火势严重 根本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是我 为了你奋不顾身冲进去 拨得了一线生机 我闯了进去 本以为可以将你带出 我却未料到陈旺也在 但是你可还记得 明明是我打算救你的 可陈旺却推开我们 率先第一个冲出去 正是他那一推 让死神盯上了我们 我们两人只能活一个 死神和我打了一个赌 就会赌如果我救了你 你不会负我 我毫不犹豫答应救了你 可我也身陷昏迷 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 记得吗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 就连救护车来了 也当场要宣判我的死亡 可我神奇地活了过来 这不是奇迹 这是死神玩的游戏 或许是死神无聊了吧 但是 一旦你辜负了我 我的生命就会被死神带走 这些我从未和你提起 也不知该如何向你解释 直到后来 我以为我们结婚了 陈旺远走国外 一切都会变好了 我们可以白头偕老 但是陈旺却突然回来 并且还给了你一张报告 就要你为他生孩子 你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柳如烟 在这之前 你对生孩子 可是万般拒绝的 为什么陈旺来了 你却能毫不犹豫答应 他所谓的癌症是真的吗 他在国外的经历 你有调查过吗 当初他为什么抛弃了你 远走国外 你有想过吗 我拼命地劝阻你 你却说我冷血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为陈旺生孩子 我会死的 你却让我死得越远越好 血别见到你身上 放心 血不会见到你身上 因为死神想要带走我的生命 只会在一刹那间 可是 你真的忍心我死吗 其实在你心里 我只是一个替代品 你只是为了报答我救过你 你只是想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些 又或许是想让陈旺知道 就算离开了他 你也有人疼爱 总之 陈旺在你心里的地位 远远高于我 我说的对吗 如果你真的看到这段录像 那说明 我已经死了 你自由了 我不再束缚你 你去找你的幸福 永别久 当这段录像看完 柳如烟早就哭成了泪人 腿然摊坐在地面上 无声地抽泣 手里就捧着那相机 用手指不停地摩擦屏幕 仿佛这样可以轻轻触碰我的脸颊 为什么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没想过你会死的啊 柳如烟脸色满是懊悔 手里的相机滑落在地上 发疯一样痛苦地吹打自己脑袋 我为什么不早点知道啊 顾炎泽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不要死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灵魂状态的我苦涩一笑 事到如今还说这些做什么 就算想到了又怎样 为了陈旺你一样会去 陈旺就是你的一切啊 这时电话响了 陈旺打来的 我无奈摇头 只要陈旺打来电话 听到他的声音 柳如烟就会像一条狗乖乖听话 如烟 我给你发信息怎么不回我 你在哪啊 陈旺依旧是那温和声音 很有感染力 柳如烟停止了抽气 几轮深呼吸 努力克制自己恢复平静 为什么不说话 陈旺的声音再次响起 声音里透露着一丝不悦 我在 刚有点是在忙 怎么了 柳如烟努力克制平静的回答 让你说的是 你都问过了吗 顾炎泽同意离婚没有 听到我的名字 柳如烟再也禁风不住 陈旺 顾炎泽死了 他已经死了 他再次痛哭起来 都怪我 怪我害死了他 陈旺声音却有些阴冷 这怎么能怪你害死他呢 你可是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再说了他那爱事的家伙 死了岂不是正好没了他的阻碍 我们就能永远地在一起了 你可别忘了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孩子 难道在我生命的最后关头 你都不愿意陪我渡过吗 这些话如同恶魔般的低语 在柳如烟的耳边回荡 柳如烟拼命摇头 哭泣着 不 陈旺 我们在一起就是错误 这样会对不起顾炎泽的 陈旺却狠声说 他都死了 你不跟我就没人要了 今晚来我家 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留下柳如烟茫然贪坐在地上 根本不知所措 是 看得我直摇头 柳如烟心里始终住着白月光 无论真相是什么都不重要了 只要陈旺开口 他就断然拒绝不了 可是我却似乎低估了柳如烟 悔过的决心 他似乎回想起了录像里 我说的那段话 他所谓的癌症是真的吗 他在国外的经历 你有调查过吗 当初他为什么抛弃了你 远走国外 你有想过吗 似乎柳如烟的眼睛里 多了一丝亲鸣 他立即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张医生 我想让你帮我查个单子 对 名字叫陈旺 他说之前在你们医院就诊 打完电话确认后 柳如烟的脸色 变得阴沉了几分 然后又找了好闺蜜 去帮忙查陈旺在国外 陈旺 那个死渣男 在国外玩的可花了 我们圈子都传遍了 什么 如烟你难道不知道 在外网上 随便一搜就是他的资料了 还能在一些小网站上 看到他的床上作品 我发给你柳如烟看到了 好闺蜜发来的一些视频 气得他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几分 特别是手指捏紧泛白 他当初去国外 不是被家里逼迫 而是为了钱 为了钱 才跟着那个女人 到国外去结婚 明白了一切之后 柳如烟心里万般复杂 那些明明网上 随便就能搜到的东西 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 就能了解到的信息 他却从来不去主动了解 因为他对陈旺万般信任 无论陈旺说什么 他都会信 都会去听 丝毫没有犹豫和怀疑 了解一切之后 我自嘲地笑了笑 如陈旺这样的人 就将柳如烟的心理沾满 而我对他百般的好 和无止境的付出 反而一文不值 随时要被抛弃 不值得 太不值得了 一一一 到了晚上 柳如烟将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穿上了裙子和高跟鞋 净显身材和端庄 喷洒上淡淡幽香的香水 诱惑无限 他来到了陈旺的家中 陈旺见到他之后 双眼瞬间亮起 亲爱的 你今晚好漂亮 随后迫不及待地 将他带进屋子里 陈旺眼神泛起火热 嘴唇干燥 很快便按耐不住 想要将柳如烟 扑倒在沙发上 突然 一把锋利的刀 就架在了陈旺的脖子上 让陈旺全身一凉 如烟 你在做什么 只见柳如烟那双丹凤眼 散发着寒意 你骗了我 你根本就不是癌症 对不对 陈旺神情一阵慌张 脸色装作委屈和不解 你在怀疑我 明明那天我把医院检查的单子给你看了 可我查了 根本就没有你的就诊信息 陈旺听后脸色一变 旋即愤怒地说 好啊 柳如烟 亏我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查我 听到这话后 柳如烟闭上眼睛露出了一抹决然 陈旺 你骗得我好苦 你在国外的事情 看来也是真的听到这话后 陈旺脸色阴晴不定 眼角里出现了一抹桀骜冷冽 看来你都知道了 哈哈哈哈 是又怎么样 难道你不喜欢被我骗吗 难道一直以来你喜欢的不是我吗 柳如烟的眼角里流出两行泪 为什么 我那么信任你 那么爱你 为什么要骗我陈旺变得猙獰 声音带着几分音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只是不想你让任何人染指 我知道你没给顾炎泽生孩子 那么我就要你给我生孩子 知道为什么我要你给我做试拐婴儿吗 我就是要让顾炎泽亲眼看见 就算我不上你 你也会心甘情愿给我生孩子 我要让他痛苦 我要让他后悔娶了你 现在顾炎泽死了 那这个游戏也就没必要玩下去了 你就是我的了 陈旺近乎癫狂 我听后 即便灵魂状态 都能感觉到全身不寒而立 真是个变态 在国外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造成了他心里如此变态 来吧 如烟 没人可以干预我们了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晚 陈旺伸出手想要抓住柳如烟 不料 下一刻那把犯着寒光的刀 就插入了陈旺的心脏 线血标出 在空中画出一道红色的弧线 洒落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身上 陈旺瞪大眼睛 一只手死死抓着插入自己心脏的刀 另一只手想抬起来伸向柳如烟 你 没一会 陈旺重重扑倒在了地面上 鲜血染红了地毯 染红了整个屋子 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柳如烟眼神一片冰冷 鞋还是溅到我身上了 我健壮 心脏只感觉一紧 留下一脸茫然 为什么 为什么如烟会杀掉了陈旺 他不是深爱着他吗 今晚难道不是准备去现身 重新和陈旺开始吗 我心中隐约有了一种不祥预感 下一刻 柳如烟竟然将那把刀拔出 毫不犹豫地刺入了自己的心脏里 顾颜泽 这是我欠你的 我竟然见到了灵魂状态的柳如烟 他看着我眼眶顿视红了 顾颜泽 你一直都在我身边吗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顾颜泽 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想你 好想好想你 我们再重新开始一次吧 好不好 下辈子换我来用尽全力的爱你 全文完